欢迎收看全民大觉醒全镇的操作 要连结回个股 我们来观察的是今天 整个台北股市其实表现最亮眼的族群 我们先从这里来观察好了 那就是水泥肋股了 我们看到水泥肋股 其实今天这个涨幅最凶的 其实是1102的雅尼 今天的涨幅是超过了三个百分点 另外包括了台泥 今天的涨幅也是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如果连结到全镇上的坦克 怎么做观察 对 我们看到刚刚提到 水泥为什么上涨的原因 在前一个段落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那这里其实全镇 刚刚真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要连结回现股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有发行全镇 所以其实雅尼的话 其实就是只有全镇非常少 所以这里我们那个时候 在这个全镇的部分 我们当时在1月2号 我们来看全镇 跟大家报告是台泥 因为其实你真的没有 雅尼可以操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提到 错峰生产 报价寒涨 这里其实当时我们讲这个 066 790 凯基证券发行 今年4月份到期的全镇 我们当时跟大家提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现在因为这个错峰生产 然后水泥其实有点集中化的效益 雅尼没有办法 没有全镇可以适合操作的话 台泥就变成一个关键 虽然说这一档天数有点少 可是因为金额不大的关系 可以做个追踪 我们来看像这里 066 790 凯基证券发行的全镇 当时我们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是1.18元 这里的话今天盘中高点 已经来到1.49 可以说一来一回 也是大概两成多 快要三成的幅度 所以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看到台 我们来回来看台泥的K线 台泥的K线其实股价 在我们跟大家报告 这比较在这边 当时在36块附近 涨到38块 其实涨幅还不到一层的空间 但是当然还是往上走 大家还是可以掌握到 但是如果你用全镇的话 我们回来看全镇 这一来一回 这个涨幅就有两三成的幅度在 所以这里其实大家观察到 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趋势 认为它会涨上去 然后这个趋势又刚好在短期 发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运用 就是说你认为 因为全镇是有时间因素的 它有到期日 然后它时间会随着到期日的 逼近而递减 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 假设你认为这一档股票 或是这个族群 在最近的一两个月 或是最近的一两个礼拜 就会涨的话 刚好用时间 就是你认为最近就会涨 不会让你等 就是讲白就是不用等 不用等的话 其实全镇的效益 有时候比现股来的大 像这里的台泥就很明显 涨了大概两成多 除了这个台泥之外 其实刚刚在我们第一段 在讨论的时候 曾伟也有提到在钢铁的部分 因为像四季钢很强 其实今天钢铁不止四季钢 我们来看像中宏的话 2014的中宏 股价也穿个波段高 所以这里其实钢铁 也在呈现一个轮动的架构 中宏因为全镇也是 没有办法做操作 因为要连结回个股 所以我们要观察的是 还有哪些钢铁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追踪 这里其实为什么中宏会那么强 我们来看中宏的K线 它可以穿波段高 因为它涵涨调涨它的报价 产品报价调涨 所以大家发现 产品报价调涨的时候 其实市场的资金会认同 开始往这个部分做追踪 所以像这个2023的夜辉 虽然中宏的下游 它也是调涨了产品报价 第一季的营运 开始有一些成长动能在 所以全镇的话 就有操作的一个空间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 夜辉一档12块多 为什么要用全镇操作 因为你可以用更少的资金 达到更大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来看 像这个071134 凯基证券发行 今年7月份到期的夜辉全镇 资金比例0.5 简易的算法就是 它两张等同于 一张献股的一个比例 所以这前提之下 你等于只要花 大概1700块 然后因为它这个价品 等于是等同献股的价品 剩余日还176天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你认为说夜辉 目前我们来看K线 夜辉的K线没涨到的话 这个其实最近在拉回 但是因为整个钢铁类股 是一个轮动的结构 如果说夜辉有机会再往上 整理之后再往上攻 因为成品报告要调长 低机会有成长动能的话 这个一点拉回来之后的全镇 就值得大家做个观察 像凯基证券发行这一档 因为它只要1000多块 你就可以达到连同一张的效果 所以这部分的话第一季如果有行情 夜辉整理之后 还有机会往上攻的过程之中 其实可以用全镇达到一个 这个参与的一个效果 好 如果再说今天盘面上的 另外一个亮点 CES概念 2353的宏基 在今天股价是创了波段的新高 来到了26.55的一个价位 而是今天是爆出了 我看到是超8.5万张的一个大量 如果要连结回全镇操作的方法 对 我们来看这个 刚刚中委提到 今天也是爆大量 因为每次大量 其实都是一个换手段 像这里爆大量之后 整理了一阵子 这里爆大量之后 也是整理了一阵子 那今天爆大量 其实整理的机会又出现了 所以这里我跟大家报告说 到底这个宏基能不能做观察 其实我们回来看全镇 因为宏基我们知道 这去年开始有点转机出来之后 有两个因素造成转机 第一个是人工智慧的一些产品 包括智慧交通等等 但我们要观察的是 因为它是以台湾市场为主 能不能走出这个世界 能不能走出台湾 往其他世界做一个布局 或是抢商机 我们要做观察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其实电竞 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 甚至一些主要的应用端的话 其实宏基的电竞笔电的市占率 开始在拉高获得认同 像我们上次提到过 德国它电竞的市占率38% 几乎已经是德国第一 所以在电竞这个小区块 其实宏基的转机 开始获得部分认同 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观察 像这个070 916 统一证券发行 今年6月份到期的全镇 或者是这个069 141 原附证券发行 今年5月份到期的全镇 我们来看 像上面这一档 因为一张大概1000多块 1100左右 执行比0.35 大概是三张左右换一张 简单来算的话 因为目前还略为价外 但是履月价27块 这等同于说 你大概用4000块左右 不到的一个金额 你可以压保说 到底宏基有没有办法转基 为什么这第一个可以看 因为它履月价27块 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只要在10% 再往上10%的一个空间 其实就有机会 从价外变到价内 这部分可以做一个追踪 另外比较保守的话 其实这个0.5的旅约价 就是原附证券发行的部分 大概两张等同于 大概3000多块 一样的格局 但是因为它已经是价内 这个部分其实比较容易 因为价内比较不容易 有这个时间价值过度流失 所以价内因为有一些 内涵价值在 这部分其实如果你是比较 偏保守的投资人 其实可以往原附证券发行 目前已经在价内的部分 做一个发展 好 如果我们再说 所谓的低档转基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记忆体大厂 8.299的群联好了 群联的股价 之前是维持在低档的 一个价位 不过今天可以看到 它是拉出了一根红K 当然是跟它的这个 董事长潘建成的 一个说法有关 因为他说 Netflash的报价 在下一季会止跌 所以看到今天 这个股价是逆势的走扬了 可以看到拉出了 一根长红棒 所以你怎么观察 对 其实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报告 在这个群联的部分 重点第一个 刚刚提到CES 其实他也有准备 要在CES展出一些 它的固态点产品 但这里其实就如 刚刚曾伟提到的一样 就是这里就是 公司派的态度 因为现在传出来 传言蛮多的 甚至传出来说 不排除要减资 让空单这个回补 因为先前有一些 官司的纷扰在 这里其实为什么 今天要讲它 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会发现 群联从450 跌到200多块 这空间其实已经几乎是 有点跌了四成以上 所以这个环节底下 今天爆出一个大量 在低档区 其实因为有一些人 会想要强短 或者是说认为说 他有机会往这个 至少往这个年线 或半年线做个反弹 因为目前的话还有空间 但是抢反弹 我们一直说过 你用线股抢 风险还是存在 因为一个弯头的话 就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 波动度 所以我们拉回来 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这里其实要抢 你可以用全震 不管是CES的商机 或者是相关的 你要抢短线反弹的价差 是可以观察的 当然因为它是比较高价股 一张三十几万 所以执行比例略为低一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当它这个价差开始收敛 我们来看像这一档 733600 凯基证券发行 今年六月份到期的全震 或者是733173 元大证券发行 今年五月份到期的全震 你会发现 像第一档的话 因为执行比例比较高 0.35 所以然后也是在价评附近 320块 就等同说 你抢进去 这个你花一块多抢进去 万一明天它可以往季线 半年线反弹 就大概350 340附近反弹的话 它又会达到类似的效果 就是因为一样有同项的关系 另外的话 像元大这一档也是一样 因为它这个执行比例比较低 然后履月价比较远 目前还在价外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它的金额更低 因为几乎等同于它的 三分 五分之二的价格 所以这前提之下 你会发现略微价外 如果你是比较偏保守 但是你又要抢群联的话 其实上面这一档 我们可以观察 如果是你觉得说 这群联就是大反攻了 因为公司派都已经表态了 其实现在空头里面的 要小心 这前提之下其实代表是什么 有可能从价外跑到价平附近 这个时候其实在通常 逻辑上来讲的话 这种价外的权震 就有机会往比较高的金额 做卖进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0.64元涨0.6元就是一倍了 如果是比较高的 其实它涨的幅度 就不会有这种低的部分 来做观察 只是说要提醒大家就是 低的话容易有 有风险 因为它只要一个弯头的话 这个时间价值就明显流失了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用 权震的方式来抢群联的反弹 好 谢谢坦克 在权震方面所做的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股东前潮 提醒观众朋友 权震是高杠杆的 投资商品有机会在短期间 获得极高报酬 或者是蒙受权利金的损失 购买之前 先了解相关的风险